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是很久没有进行过的主题馆 访问的是音乐制作人 也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董事长黄运玲 我的老朋友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是台北市成立的第一个行政法人机构 2003年开始进行了前期的建设规划 一直到2020年落成 这个占地9公顷 接近9公顷的流行音乐中心 是以市民大道区隔为北基地的表演厅 和南基地的文化馆和产业区 到了2020年春天 黄运玲出任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第一任董事长 但是我听说他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曾经拒绝过两次 对 可以说说吗小林 我要怎么称呼你啊 就是称呼是大春老师 大春哥 还是大春来打牌啊 到底要哪一种呢 第三种 好 其实当时我真的是拒绝 拒绝是因为我不懂 我不知道我要去做什么 但是我是 没有当过董事长 我没有当过董事长啊 然后老实讲 我知道这个是就是中央出资 然后当然他还是有公部门的色彩 那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升任公部门的这个部分 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把我的时间全部都占走了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很怕去议会 要被寻 对要被寻 可是当时的长官就跟我讲 他说不需要 因为就是执行长去就可以了 这样子 可是当我进去的时候 一切都不一样了 一切都不一样 但是经过我 我现在其实已经第四年 2020年6月开幕 延到9月开幕 对 但是我们的团队是4月份就进驻了 所以等于到现在就是满4年 那当时会拒绝真的就是这些原因 然后就连续连续推辞了两次 但是后来就是长官就说 不行你不能再说不来了 你已经答应我们了 那他就就是也给了我很多信心了 然后我我自己 我觉得多半还是有一些个性是因为音乐人 很想很想服务 对很想服务 也很想去看一看自己能做些什么 2020年如果在现在人还记忆都很深刻了 正就是疫情开始的时候 对对对 那你在答应就任 有考虑过疫情会对流行音乐中心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以及你如何因应呢 其实在当时的不瞒大春林说 我跟你讲 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我想到只是说 好那我有热情我就去 但是我不晓得进去了之后 确实是遇到了这个疫情 那而且疫情还是连续的三年 是来来回回 一开始并不知道三年 对 但一进去的时候 那那我们就是一直delay开管嘛 那因为就是这个COVID-19的关系 是 然后慢慢的你就开始知道 啊 我们会有很多的事项被列管 我们有很多的事项 你必须要去随时的回报 只要有任何的长官们 他们有一些 比如说询问你的 你马上就要回答 然后有固定的议会期 然后你必须要去报告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就是 所有的 好像新的学习 就是我好像一个小学生一样 我就是进去一个 我完全不是那么知道我现在怎么办 那你能找谁那个时候 你印象中有印象深刻的 对 我那时候我觉得我蛮幸运的 就是说我有很多的长辈们 就是因为自己可能在这一些年 可能因为跟绿光剧团的合作 然后跟比如说有一些朋友 可能他的太太 因为我跟侯冠群也很熟 对 所以就 你讲李燕秀 对 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些 可以咨询的对象 对 所以那时候 其实就是我也不知道 他还会有多少的题目跑出来 可是呢 但是李燕秀就是这么闲着嘛 而且那个时候 对对对 而且他是非常有经验的 非常有经验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 当然你知道 我的团队也非常年轻 然后又加上就是说 我们跟工部门之间 其实都还在磨合 可是我必须就要去 就是一直要回答问题 哎呀我这个园区 我有24个商店 为什么商店还没有人进来呢 然后你现在这个园区 你要规划成什么样子呢 这个你 你必须还有这个扶植的 这个任务 这个说话的口气 都是议员的口气 听起来很像吗 我感觉是 就是 就是长官们 他当然会对于这块地方 有一些期待嘛 那对于我 我其实同一时间 我真的就像一个小学生 我真的有那种很慌乱 然后Landy也被我哭过啊 张培人 对很多人都被我哭过啊 就是 就是寻求协助嘛 然后 吴念珍导演被我哭过啊 对 所以就是 呃 我觉得大家在同一时间 都会尽力的 在 在很多的方面协助 那当然 也遇到了 非常多 就是 愿意教我的 包括议员们 哦 对对对 其实 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是 他们应该至少都 多多少少抱着一个 看到偶像的心理 来跟你接触 呃 这个我倒不知道 可是 可是就是说 当你释出善意的去 也是请出 我 我会去 特别去 透过主任嘛 去 就是看有没有时间 可以跟 异作们谈 这样子 是 执行这个音乐啊 艺文的展演 嗯 还包括了人才培育 是 还包括了产业发展 甚至还有 文化记录 这一类的 任务 嗯 但是在 最根本上 它是几栋建筑 它也是非常 非常 新颖的 嗯 设计的建筑 对 它这个是 十年前 其实就是有 呃 一个 纽约的 设计公司 一对夫妻 嗯 然后他们就是 这个外观 我们看到是非常 新鲜的 嗯 但是那个表演厅 看起来有一点 参参赐赐的 其实它是 以台湾的山软 作为一个 意象的主要基础 哦 对 它是希望 可以呈现 台湾的特色 嗯 这样子 山 山 对 然后我们总共 呃 在刚刚 呃 讲的 以市民大道 作为南北区分 我们在北基地 就是一个场馆 表演厅 那南基地呢 就是有产业区跟文化馆 北基地可以容纳 大概是五千人左右啊 对 呃 这种容量 也不是一个特别 比小巨蛋要小 是 是 那可是 怎么去 去揣测 嗯 或者是去估量 为什么是这个size 而那它又能适合 什么样的表演 嗯 其实应该是说 这个计划在二十年前 其实是呃 当时的文件会 陈玉秀 陈玉秀老师提出来的 是 对 然后他 他当时是看到了 就是说 我们的场地 哦 可能的小的几百人的有 哦 然后一直到TICC 嗯 可能有两千多人 可是再上去 你就直接要进攻到小巨蛋 其实中间的中型场馆 其实就有点缺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是呃 应该也是有许多产业界的大佬们 建言 就说希望有一个呃 五千人中型的场地 是 因为呃 你必须还是要让所有的 他可能准备要进入你知道一线战场 哦 比如说小巨蛋 小巨蛋 嗯 他需要有一个呃 实验的基地 哦 因为你得要先从五千人打打看 你你如果说两千人 你马上要进军一万多张的门票 那你这个这个复合的了吗 在此之前 也就是你就任之前 呃 台湾也不但没有这样的场馆 也几乎没有这个形态的规模的演出 可是你要去怎么去衡量 他要吸纳多少人 嗯 以及呃 在充其量 嗯 如何使得这些人得到满意的服务 嗯 其实是 我我觉得在这尤其是前三年 我觉得是蛮辛苦的 嗯 因为你除了一些呃 场馆哦 文化馆 你也要去担心哦 就是呃 比如说你做的这个展览 他到底能够吸引多少人 是哦 然后产业区哦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商店 还有我们的办公室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呃 出租出去 这样子 那当时的场馆其实呃我觉得至少有有一点是呃我们呃就是场馆出租方 嗯 所以就会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呃优惠的一些合作条件 所以就是会先让呃想进来的哦比如说合作的呃主办方 哦 他们能够先你知道要要试一个新场地也是要勇气的 嗯 嗯对所以我们在2020年的第一档其实是苏惠伦 是 对苏惠伦 那所以那个 他的30年是吧 是是是30年 所以你说我们一开始包括我们的董事会我们的所有的法条啦 然后所有的安全措施啦 所有的什么什么什么手册啊 什么全部全部都是归零 所以全部都是要这个新的团队就是一步一步真的是一步一脚印 我觉得团队是非常的辛苦啦 哎那既然如此说到这嗯 你的团队如何组织这我很好说 你跟那个高雄方面李星云有对有一定是好朋友 是你们有没有商量过 没有哎因为呃星云好像是好像是晚一点点 他比你还晚一点 对对对好像比我晚一点点 然后呃好像是六七月他就告诉我 我说他好像要去接任那个高雄嘛 是高留 然后呃其实我的团队在当时最早最早其实只有三个人到四个人 那那因为原先他就有一个筹备办公室的组织 所以等于说筹备办公室会有一些呃当时的呃几位同仁 他们会留下来哦那合并到这个新的团队 嗯对其实就会变成说有的人他可能有公部门的经验 是对所以那我我其实当然呃我自己当时最重要的就是要找一个我的算是我的基要吗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我觉得他必须要懂产业 然后他又必须要有呃国际面向 嗯对所以呃当时主要我自己是找了找了这样子的 就是说如果呃当时的团队其实主要的是有这几个面向 嗯但是他不光是展演啊 他刚才我们还提到有人才培养的问题 这个当然比较细节啊 对呃文化馆 对文化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施了 对但是我觉得呃这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准备了 嗯所以这个筹备办公室他们其实也有三年的时间 那这个展览其实在当时就已经定下来的主题 哦那他这个主题呢就是从1932年 其实台湾第一家唱片公司哦古伦美亚 其实从那个地方开始然后以每个呃可能重要记载的年份哦 比如说呃圆环时期呃圆环时期有洪一峰老师啦 哦等等的哦 其实就是会以每一段每一段包括我们看到呃金运讲的还有民谣风哦 然后一直到这个什么苏瑞啦大佑老师这样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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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在去年才把后面的某些阶段补上来嘻哈的这一段嘻哈跟电音 对所以你们等于是把文化馆先想象成一个museum 对对 而且是有一个历史纵轴的 是是是 其实他也是第一个呃在华语流行音乐里面的第一个呃以这样子的主轴作为展览的嗯 中心嗯呃 但是他的外形你可以说一说 而且我相信他是他是很有用意的 对他的外形呢其实就有一点像魔术方块嗯 对就他方方正正的说是像音乐宝盒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宝盒 你你其实看到他他可以有很多形容其实他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嗯嗯 方方正正正的有一点真的有一点像你说他是宝盒也可以嗯嗯 对然后你你你说他是一个钻戒上面的一个也可以嗯 嗯嗯其实他三个造型比如说像我们产业区他有一点像太空飞船啊 对对这个是发光宝石是是对对对在也就是说保表演厅也好文化馆也好产业区也好对大概都各自有他的任务特别是我觉得产业区可以介绍的是还有排练室录音室对 还要提供给是提供给不同的音乐人从事音乐制作的实物吗呃 呃其实我们呃在产业区里面其实他还有音乐人的办公室 所以我们有呃十几间的办公室其实就是当时有开放出去让很多人就是说你如果对我们的这个办公室有兴趣哦 那你就可以来应该就是说租借然后经过委员们的临选之后哦就是选了之后那看看你有没有能够哦进住这样子那目前我们我们除了有音乐人的办公室之外 然后有一个就是录音室排练室然后还有一个大牌所谓大牌就是在我们的排练排练场对有一个大排练场是呃就是许多演唱会许多演唱会你之前歌手都要进去彩排嘛 所以呃陈建奇跟呃陈建奇对对对对跟文林响他们合作了一个呃多好听对那那个多好听其实现在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在北流 呃呃办这个演出嗯可是很多人都在这边彩排哦随时都可以看到很多歌手进出这样是嗯包括音乐剧是是是是你讲到我讲对对对对对我们也合作过是是是呃在这个产整个这个产业区里面嗯我特别想要知道的就是流行音乐的这个产业的育成空间是不是也就你刚才说的是这个育成的概念有有课程吗或者是有其实我们呃呃 呃一开始的定位其实就是培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呃任务跟使命哦那我们会自己有课程然后包括我们也会呃就是跟外界合作不一样的然后呃像我们连续跟国教署一起合作了三年哦那国教署其实我们针对的就是呃国中哦 然后是小学甚至也有高中的老师哦那原本都是主要是针对音乐老师但现在就是有很多的呃不同不同呃呃类别的老师其实都会加入那你提到音乐老师的时候脸上会发光就跟你的出生一定有关系我们日后会在我的老台北我们的老台北节目一定要跟你好好的谈谈这个的确啊就是你也相信就一按部就班的某一些音乐教育的 进程对是不可少的即使是在流行范围是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就是说哎呀古典音乐这个好像是呃某些人他才会听古典音乐这古典音乐的训练我觉得他还是蛮重要如果如果你的时间许可我觉得他还是可以去多深入了解一点因为他有点像比如说我们在学不管是你学气功学什么功你总是要有 那种热身嘛是必须要蹲马步吧你要做一些最基础的让你自己整个骨架是撑得起来的嗯所以我觉得古典音乐它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在你就任之前跟就任之后嗯你讲这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啊嗯台湾的这个你你的观察里面嗯不管是观察的视角嗯或者是看到的内容嗯主要是在 现在年轻的音乐工作者嗯有比较重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吗也这差不多也就是跟疫情前后嗯嗯做一些区别嗯我觉得现在的音乐创作人更喜欢一个人在家里工作呃条件更容易使他一个人在家是是是是是所以就说他们能够去你知道就是不管你拿到的工具也好 我觉得他们所有的呃整个机动性哦或者是随时都可以变换队形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弹性是比我们那一辈强太多了嗯对所以他们常常会丢出来的东西是呃让你非常你知道非常就是他一个人在家里可以可以变出很多工业 对对对那以前我们可能在做音乐的人就很单纯做音乐吗哦但是现在不是他现在是所有的是包在一起的他会剪自己会拍影片哦然后自己还会录还会整个做后制的音乐嗯然后自己还会当行销还会说故事是的嗯所以我觉得现在我我觉得各有各的好了嗯谈谈你观察到的比较好的内容是什么比如这种变化 是说一个人就不劳外求他就可以发展出一个大产业嗯嗯那他他他到底他内在的价值或者是关心的主题有一些什么样不同吗我觉得我觉得他们关心的事情嗯并不是说跟我们这一辈完全不一样也不是嗯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说他们更习惯适用所有的 网络去联系所有的东西嗯对那因为也透过了这个网网络所以他们能够去接触到的事情会比我们宽很多因为比如说以前我们会说哎呀来我们这个弹吉他然后你来帮我弹一下他他不是他们现在是整个扩大所以甚至你他在他的音乐里面你可以听哎这个是我跟北欧的吉他手那个是我跟冰岛的谁跟国际串联 对我觉得他们这一点是非常之通信的设施跟条件对然后还有加上使用工具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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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强的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们是真的你你变两下他就变出来了然后有时候我们在那边你知道了搞了个半天他来一下就好了可能某些我不我不晓得这个世代人就都是这样子对但但我我那 那个时候没有没有这种没有这样子的便利性但是我们有的是在做事情的这个所有的过程我觉得过程其实是很享受的但是现在过程很短啊没有过程没有过程对呃但是待会我们会问到一个问题先给你一个时间准备一下自负盈亏的压力究竟大不大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今天进行了单元主题馆访问的是音乐制作人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董事长黄运龄我们的主题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这个音乐中心是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配合当年的新十大建设政策2004年就已经提出了目标筹建南北各一个 啊流行音乐中心嗯但是这里面牵涉到就任之后就会有一个自负盈亏这个要求是啊这也是我我当时也不会知道啊我是进来之后才发现哈是这样吗所以包括定价这也也都也没有充分的权利可以掌握如果说你们要自负盈亏的话其实在一开始确实哦 有很多的呃主要包括表演厅的定价这些都是筹备办公室他们已经有一个既定的那就任之前是是是有个既定那我们就会从他既定的这个呃整个股价里面再来推敲就是说那到底合不合理嗯或者要减要增这样子其实会有一个呃依据的版本啦 嗯那当时会有一个自负盈亏那也是后来我进去了之后那他们就是会告诉我说这反复三年来开会那讨论出来希望有的一些结果那你才会看到自负盈亏这四个字才会很搭啦啦啦这样子那当然经过这几年 尤其是2020年的这个呃疫情嗯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据实以报嘛那你就是疫情你也没办法去开表演厅你哪来的收入啊是对根本就还没有办法在你期望中的三年达到这个要求啊对啊那苏惠伦是怎么样冒险成为生命之花这个演出的一个闪亮的行星呢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当然在他们的时间 时间走里面可能也是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啊对那九月九月的时候我们开放了第一次哦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呃节目进来对我们来讲也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是对可是之前你们还有个开幕演唱会派北流有那个都需要做一些呃比如说你要满载测试啦嗯对于整个场馆的声音也好或者是动线也好你都必须 要做一个呃等于说你要让所有的人来检验这样子检验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有先而且你那个应该还是一个比较风格新的音乐是常识是是是可以回忆一下吗可以啊就是当时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其实还是呃有跟筹备办公室当时的主管们哦然后大家也是一起合作 然后呃当然当然我在当时就已经有一点觉得就说呃我大概稍微了解了哦就是呃公部门在行政流程上的很多繁琐的事情对然后但是产业其实它是很快的嗯那虽然快但是呢你现在在这个这个体制之下你也必须要符合很多的规范 那我后来我当然也是这可能两三年之后慢慢慢慢的学习到就说哦我如果呃能够去让北流更好的把公部门跟产业能够让他有一个顺畅的哦顺畅的一个渠道能够去完成某些任务也好或通胀车就是是是是是是 那我我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件呃我我自己会觉得很开心的事了嗯在北流正式营运的第二年整整一个年九月对九月十八号对文化馆也正式启用是有长设斩这个唱我们的歌对对对流行音乐古设斩来说说这个这个还有还有特展呢版本龙艺对因为我们的呃四五六楼因为我们这个是六楼的建筑嘛嗯就文化馆文化馆然后四五六楼 就是我们的长设斩到现在还是哦每一个呃礼拜二到礼拜日哦那星期一是修馆的嗯那我们在二楼其实还有一个特展厅那特展厅大概就是呃租期不是那么的长哦那可能就是两三个月哦所以所以这个我们就会称之为特展那长设斩他其实就是我们预计是展出五年的时间哦对对对那当时我们的第一个呃 算是开幕展哦所以就同时有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展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他是记录着从1932年一直到近代是对那当时的版本龙一展其实也是筹备办公室时期他们就已经弹下来的展览对是嗯所以你就是把它执行出来是是呃在2021年又是这一年的十月份是也首度打造了音乐节的IP 对哦北洋跟那个嗨北流是看起来是金石上是一脉的对对对就是如果他是摇滚是是是是因为呃音乐节音乐季在台湾其实是非常的盛行吗那我们也会呃希望有一个是专属于在北流哦每一年都每一年都对每一年都固定有那当时会取这个哦北邮其实就是有一点有一点取他的谐音啦哦北邮随便也有 对就是你在这边你可能听到的音乐种类都不一样但是你都就是随便的摇一摇哦这边可以摇那边可以摇然后任何的混搭形式都可以在这边出现但是呢我们今天早上开会有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因为我们已经要连续要办第四年了嘛嗯然后我们就从这个这几年的观察因为就有的人讨论说哎呀这个这个名字到底什么意思啊 这样子然后突然就有人讲说呃我们最近呢就是呃因为有长设展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把里面的某些东西会呃搬出去呃搬到某个呃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桃园机场其实有一个小展览哦等于扩大你们的是是是是对其实呃其实我下星期要去西雅图也是带我们的展嗯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是对去做展览 那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是因为呢这一次来帮我们促成这个展览的人他说他是在欧北游认识他太太的哦你还促成了姻缘对然后呢在去年的去年的欧北游然后我们也有收到那个朋友他们就会在上面留言嘛他就说在欧北游因为交换礼物因为我们有一个part是交换礼物吧 所以陌生人交换礼物是就是因为你抽到谁对你抽到谁不知道他就说他就因此认识了他女朋友所以就说哎我们就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蛮有趣的有点像我们对蛮有风险的哈哈哈哈为什么为什么有风险那两个吵起来了你有麻烦了哎对这个没想到哈哈哈哈对啊所以呃也就是说 这把把他跟刚刚这样一听就知道是个年轻人的活动但是他在我有我有兴趣是户外对户外他因为在这个表演厅嗯文化馆就中间大概有一个足球场哎一百公尺对对对三十几公尺宽吗对对对对对一百公尺对其实我们常常在那个呃就是我们有个户外广场那边办一些像像户外的 演唱活动是然后我们旁边还有两个草地嘛那草地上各自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摊位啦或者是我们曾经办过小农市集啊嗯对对对其实其实假日那个地方真的是还蛮有趣的还是有人潮的有有人潮那当然现在已经第四年了嘛所以大家对我们这个地方也慢慢有印象而且甚至已经习惯了对习惯习惯嗯好那么二零二这刚刚讲的二零二 二零一年嗯达到了音乐节的IP嗯再过一年你们开始举办国际音乐创作营是这个题目很壮观啊就是他一跟做音乐有关是而且跟教育也有关对谈一谈你的这个构想嗯其实这个呃也是一个有趣的缘分啊我们是跟贵人散步嗯跟贵人散步这个音乐节其实有合作 那贵人散步呢就是跟我们一起合办了这个跟等于说是台发合作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呃就是音乐人当然是我们呃台湾这部分但我们也有来自于法国的法国的音乐人所以在呃大概一星期快一星期的时间里面那他们就在北流里面创作哦分组然后一起创作然后最后他们的作品 会在贵人散步音乐节上面的舞台呈现表现对对对可以谈一谈你所了解到的这个创作营是如何去鼓舞或者是去陪伴他们从事创作有人会进去说几句吗嗯可以因为哦呃之前之前台湾的muse其实办这样的创作营其实是蛮长的时间了嗯那我记得当时我们呃这个muse的 创作营其实是跟全世界同样是muse的这个协会哦的单位我们来进行合作嗯所以就会由muse的各个世界的代表哦他们会派出他们可能呃有人想参加的那他们就会投投鉴那投鉴的人非常多可是呃每一个人的专长都不一样有的人他可能就是beatmaker有的人呢他就是写词有的人就写曲有的人就是 哦或者是吉他哦或者是其他乐器那有的人就是 Vocal所以所以每一个人的专长都不一样这些人原本也都不认识吗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对那你又加上说来自呃这个世界各地对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看着每一个音乐人的这个履历哦跟资历听他们的作品然后我们就分组是我们就让每一组里面都有 你能够完成一首歌的呃所有的组成啊对然后每一个人一组一组一组可能呃我们当时就选但有五十个人吧我们大概好像就分了六组还是七组这样啊然后呢就关在那个呃房子里面就是你们有那个一办公区对对对对对他们就是会有一个住宿的地方就是全部都在住宿里面然后呢就进行创作当然要要丢丢丢出 就出来题目比如说当天晚上大家就先见面晚上你就要交出东西来啊对就是大家能够透过不一样的创作呈现去看到每一个人创作的方式的不一样那你可能透过你的视角也可以去感受到自己可能不足跟你还不错的地方 对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创作员呃会做歌的小孩就不需要去敲凤飞飞或陈秋祥 哈哈哈哈哈哈你说啊我想要替你做歌这个这个是哪一个小孩的故事我哈哈哈哈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主题馆访问的是音乐制作人我的偶像黄运琳呃他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董事长就任已经四年了嗯呃在四年之中曾经办过无数的活动也包括展演在内包括刚才提到的创作营嗯这个文化馆跟产业区嗯 好像也他他也有一个户外演出场对对对对对他就刚好是围绕在这个就是在产业区跟文化馆中间嗯中间的有一个大概三千可以容纳三千人的户外户外场馆这样的一个设计看起来是要让嗯整个的流行文化中心好像要包办大概所有年轻人在假期的时候嗯 嗯整个的音乐活动那他就到这边来就不必走了吗其实这是我们未来呃真的很希望能够朝向能够做到的了嗯不过现在我们呃老实讲呃从一开始我们原本那块地方就不是大家熟悉的呃会常来吗嗯那但是经过了这几年我觉得大家也对我们很有善 嗯然后我们也很努力在办一些活动那当然再加上我们的园区呃24个商店呃其实店家都进驻完毕那也让整个场馆哦看起来也也真的都呃所有的都满满的然后呃各式各样的种类也都有 啊那在产业区真的就希望能够有呃产业里面的呃上游中游下游其实他都可以在里面发声嗯比如说我们也有呃卖乐器也有卖音响是然后也有呃像录音室这些设备然后我们甚至还有那种最后你可以做混音室啦或者是像刚刚讲的歌手的彩排室啊嗯其实都有也就是他把整个产业在在整个的这个活动 嗯期间或者说是租用期间是是是是他就等于可以包包工了对对工厂给你了对对对然后我们又有教室然后也可以呃有课程这样子在呃应该讲去年的三月十一号嗯到十二号嗯北流也这个跟企业共同是办了第一档这算是北流的第一档第一档这个售票的演唱会对我期待 对的张张雨昕毫无疑问对他是要被我们不断的重新记忆过是那是因为呃我们在呃前一年哦也就是在二零二二对对对我们办了张雨昕的呃一个展览嗯那当然这个张雨昕展览呃吸引了很多很多被张雨昕影响的人了嗯嗯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后来看到来的人其实都是大概 二三十岁然后有很多是新手爸爸妈妈可能在他们呃年纪更小的一点时候确实那是张雨昕最红的时候嗯哦我的未来不是梦啦是然后我们也在呃整个展览当中我们有一区是呃有很多新世代的歌手他们选了一首自己最喜欢的张雨昕的歌然后做了改编哦对哦还要做改编对做了改编这是Pay homage这个致敬的一个很重要的 对对所以这个展览其实在当年呃呃是呃非常非常的受到矚目嗯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呃呃当然在尽管呃参参加的人数其实当然不是那么的呃完全达到理想嗯那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有没有机会可以让呃呃有一个演唱会呃能够整个呃完成圆满这个张雨昕的展览这样子嗯所以呃呃 在当时呃呃情况其实很很紧急因为其实你要决定的时间很短但是呢演唱会你要需要的成本又很高是所以我就用了呃呃就是变成呃行政法人他其实是有一个可能可以就是去处理的就是公司嘛用公司的方式去做做为一个投资对然后去找合作的伙伴啊对所以在当时就是也非常 谢谢呃呃有很多呃愿意给我们机会跟我们一起合作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机会办了第一场演唱会嗯接着你自己觉得比印象深刻并且意义重大的其他的演唱会可以说再说一说吧北流啊嗯北流其实有很多呃从开关以来有很多印象很深刻像马悠悠啊对马悠悠马悠悠好像是在2020年 就来了是吧好好2020年就已经在呃我们场馆演出是然后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其他的管弦乐团都没有只有他一个人嗯哼对然后从头到尾就只有他一个人嗯哼然后我我实在是很很感动因为你知道就是听他拉琴然后你一方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 场馆场馆的声哼嗯哼对场馆的声哼嗯哼对场馆的声哼然后像马悠悠啦然后我们也有呃音乐剧对吧音乐剧很多在我们那边嗯哼对然后好多好多人哦像最近田富珍也要在我们那边嗯哼对所以所以其实太多太多难忘的还有林志玲的先生嗯哼对也在我们那边啊有个演唱会对 你们还有你们还有你们还有一些嗯跟唱片的工业以及这个传统的一些大咖的表演者对对这个纪念展览对这个就是我在我们的常设展里面嗯哼那现在呃像记录家对这一区其实就是我们我们的展览一走进去的算是第一区那这一区呢其实圆环呢在这个 1930年代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嗯哼那因为像洪一峰老师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其实是会自制谱他自己会把他自己唱过的歌然后自己创作的歌他会做那种像吉他谱嗯哼然后就会在在圆环这边的是文夏老师也是嗯就是很多人的发迹都在这边对就我看到的这个关于纪念展啊什么这些的 还包括跟电影对而且知名的电影不管那个电影的艺术成就如何是是是是起码是很多人看过的电影对其实我觉得音乐真的是蛮奇妙的嗯就是他好像在很多的艺术艺术里面其实他都有有一些角色嗯哼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电影里面那他也有电影配乐啦是对然后在舞蹈剧比如说你你在跳一个舞蹈 哦那你也不可能没音乐啦嗯对不对你去一个百货公司你也不可能整栋都是冷冰冰都没音乐啊是对不对但是好像现在音乐呃在很多部分里面音乐感觉上好像没有影视来的重要嗯对没有这个戏剧对对对对特别说这种戏剧的感染力可能在讲可是真的仔细再去想一想其实音乐的渲染力 是非常大嗯对是非常大嗯对很很可能透过那个影像但是他可能不需要太多的音符他可能只要一个效果嗯可能只要一个音嗯对他好像就可以戳中你的那个心你自己是民歌的这一代而且你的故事跟民歌的这个发起跟跟这个昂藏前进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嗯 而在你的这个所主持的这个流行音乐中心之中也有很大的篇幅跟民歌有关对尤其是这个七零年代嗯嗯这一批人对到现在啊每年都还会有一个回味给你回忆啊是是是是谈谈你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为民歌所设置的一个位置其实这个民歌设置这个 我想这个可能无论你讲到这个台湾的流行音乐呃历史也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因为嗯在当时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为什么会有民歌产生就是大家想要唱自己的歌吗因为原本大家都是在听呃美国排行榜啊是对然后可能都学习这些西洋乐器但是就突然有人号召起来 那我相信这个号召也不是一时的他一定是酝酿很久比如说在当时我不知道大春有没有加入啦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诗人嗯有很多的我们加入的非常非常晚而且非常非常门外但是我记得当那一声欢罗喜鼓咚咚咚咚咚就会觉得哎呀那好像是很久之前就应该出现的声音哦但是却却是十七八岁是少年人在那边欢罗喜鼓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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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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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歌词句子啊还不见得通顺是的是的是的拔脑穿云霄这好恐怖好像写弟子对所以那那一段时间其实我知道就是嗯有很多的前辈哦就民歌界的前辈像陶晓卿老师是对其实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实验也好努力也好然后就当然就有办了像 金韵奖 那也影响了我们当时 很喜欢比如说 听流行音乐 我本来都是听群星会 我喜欢像我喜欢凤飞飞 不是群星会 就是天韵歌声 对就是你小时候 就会看这些 然后不然就是 那时候中视每个礼拜四 都有播唐尼玛丽奥斯门 我记得你是 在一次访问里面提到 是礼拜四还是礼拜天 我也不知道 老实讲我忘了 但是我知道是 是有礼拜四这个事情 I'm a little bit country I'm a little bit rock and roll 对其实 其实小时候就是 很喜欢听这些 然后到了明歌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说 好像明歌又有一种 跟我现在听到一些像 你知道当时有葡萄成熟时 陈芬来 芸芸喝 是不是陈芬来 陈来丽 芸芸喝 就是我们的流行歌 到了明歌的时候 好像那个清新度不一样了 对好像 好像写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对 所以就很吸引我的注意 然后我就会开始去看 这个到底是谁写歌 这到底是谁谁谁 所以我才会一直注意金韵甲 然后后来我 我大概14岁就去报名了 是 这个我们留下来的故事 我们一定要放在 我们的老台北这个单元 好 请小林再仔细的回味一下 好 就是到底大哥跟倪秋 是什么时候爬到我们 下来进入了我的音乐世界 对 好 谢谢小林 我们介绍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也祝福这个中心 谢谢 在你的经营之下 能够更上层楼 加油我加油 小林再仔细的回味